你们真正打坐诵经持咒的时间 最多也就是二三个小时 而且这二三个小时并不一定全部进入了禅定中阴里 甚至很多人根本就没有一次进入禅定中阴里 那么你诵经持咒的功德作用其实微乎其微 禅定中阴并非一定要正经八百地打坐姿势那样 在色界未禅在无色界未定要细分说很多 其实就是一句话 看你的灵魂出窍到哪一层天 珠天又分很多等级 螺旋是到处都有门看你进入在哪个门了 其实以上这些珠禅珠定珠天很狭隘 有一种景中观天的感觉 真正虚空可以这样形容吧 你们听好啊 从外面看 这个太阳系仅仅只是一个亮亮的星星而已 宇宙中这样的星星很多 很多这样的星星又是一个稍大的太阳系 这个稍大的太阳系也仅仅只是一颗稍大一点的亮亮的星星而已 这些稍大一点的亮亮的星星又组成一个更大一点的太阳系 这更大一点的太阳系又仅仅只是一颗更大一点的星星而已 如此无穷无尽往外发展 虚空大无法想象 再往内说吧 再往内说吧 我们这个太阳系就是一颗亮晶晶的星星而已 我们如同生活在这个亮晶晶的蛋壳里 仰头看见的每一颗星星里又有它的小太阳系空间 它的太阳系空间又有很多星星 又分出很多小小太阳系 如此无穷无尽往内发展 虚空又小得无法想象 如此一来 虚弥山是不是很小啊 诸禅诸定诸天是不是如景中观天 那么回到开头 你们很多人修法并没有进入过禅境中阴 六中有之一的禅境中因没有经历过 你的解脱希望之路当然少很多啊